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习近平向范明正说 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共同反对脱欧断练 而习近平向希普金斯就说 要相互尊重 共同帮助太平洋岛国发展 国家主席习近平 昨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到访的 越南总理范明正 说两国各层级交往日益密切 他和越共总书记院 附众达成的共识 正在这儿得到落实 中方视越方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这是中方基于两国关系 长远发展作出的战略选择 面对日益严峰复杂的国际形势 中越两国要携手合作 共谋发展 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 习近平又表示 双方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双方要共同反对脱欧断链 反对将经济和科技问题 泛政治化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自身发展权益 推动国际秩序潮注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为两国现代化建设 营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泛明正说 持续发展长期稳定良好的越中关系 始终是越南党和政府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 越方坚定放行一个中国政策 愿意和中方密切协作 防范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不会被任何势力 利根越中关系 习近平同日会见 访华的新西兰总理希普金斯 说希普金斯就任之后多次表示重视终身关系 将继续加强和中国合作 对此十分赞赏 习近平指出 双方要继续视对方为伙伴而不是对手 是机遇而不是威胁 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开放包容 和而不同 双方还可以保持沟通 共同帮助太平洋岛国发展 希普金斯说 新西兰高度重视发展对话关系 希望通过这次访问 探寻更多合作机遇 认为分歧不应该定义双边关系 重要的是坦诚交流 相互尊重 和而不同 新方愿意和中方 就帮助岛国发展问题保持沟通 无线电视记者陈宇喬报导 另外习近平分别会见到访的蒙古国总理 奥文厄尔登 和加勒比海国家巴巴多斯总理莫德里 习近平会见奥文厄尔登的时候 中蒙同为发展中国家 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立场主张 希望双方坚定捍卫多边主义 共同构建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又说中方积极推进全球治理 全球环境治理 愿意和蒙方开展防治方幕化合作 奥文厄尔登就说 愿意和中方密切合作 继续相互尊重 并且支持彼此选择的发展道路 习近平和莫德里会面的时候 说中方充分理解巴巴多斯等等的 小倒序发展中国家 在气候变化领域的诉求 愿意继续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合作 莫德里就说 巴巴多斯坚持多边主义 反对脱欧断练 愿意继续促进加勒比 和中国关系发展 行政长官李家超上任 就来一周年 他接受中央电视台访问 说有一些势力 可能不希望香港 在一国两制上成功 要特别警惕法律红线之下的 远对抗行为 我们香港现在社会 当然总体来讲 是平稳的 也非常安全的 但是破坏力量 在我刚才提到的背景下 不会放松的 他们也会继续的 而且我们也已经 感受到一些 让对抗的力量 在不同领域的 去破坏的 所以在国家安全方面 我们要警觉 有警惕 我提醒大家有警觉性 不让破坏力量得逞 而且也是破坏力量 软对抗 经常在犯法红线下做的 我们更要警惕 警方拉着一个27岁外卖员 涉嫌在社交平台发布多条鼓吹暴力的信息 警方说被捕的男人涉嫌在6月初 至今在社交平台发布多条鼓吹暴力的信息 包括杀人 斩人和打人 又声称越多人受伤越放心 警方星期二在大埔拉了他 涉嫌善惑他人有意图 而导致身体受严重伤害 行动当中 警方检获两部手提电话和一部电脑 仍然调查中 警方不排除更多人被捕 荃湾清晨有人浸亲 救起宋远之后证实死亡 早上7点 警方接报一个男人 在丁九近海湾泳滩对开海面浸亲 他男人被救起的时候昏迷 由救护车送院抢救之后证实死亡 全球第一台16兆瓦的海上风机 近日在福建平潭开始组装 投入运作之后 每年可以为36,000个三人家庭 提供所需的用电量 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 星期二早组完成吊装第一支叶片 这片风机叶片长123米 工作人员需要将它吊起到 166米的高空再安装 之后会再安装第二和第三支叶片 这次叶片吊装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首先是叶片的长度非常长 其次是叶片的吊装高度非常高 还有就是叶片的螺栓数量非常多 有176颗螺栓 这些螺栓都需要在百米的高空 进行精准的对接 这台16兆瓦风机围于福建沿海 离岸大约35公里的海面 是目前世界上已投入安装的最大风机 它的核心关键零件已经实现全部国产化 为了令到这台的风机能够稳暂在海里面 需要在水深40米左右的海床上 固定好风机的基础 央士报道 这台海上风电机组建成之后 造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 每转动一圈的发电量 相当于一个三人家庭一星期的用电量 每年平均可以生产6600万度清洁电能 满足36000个三人家庭一年的正常用电 无线电视记者曹家榮报道 经济日报写评 本港出口连续第13个月下挫 跌势比内地和其他近轮更加严峻 极代敲定全盘止跌对策 行政长官李家超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近日不若而同表明 将必须更倚重本地消费和旅游业 带动经济增长 然而准管两者复甦强劲 同样是潜藏忍忧 市民增相外游不向消费 内地游客当前缺乏有因 多次重临香港 都必须长家筹谋应对 明波写评 外围经济疲弱 本港进出口按连跌幅扩大 香港是高度开放小型经济体 全球商品贸易急剧放缓 直接影响本港复甦步伐 当局最近一再表示 今年本港经济要靠消费撑住 某程度已经反映经济形势未許乐观 政府有必要考虑采取更多措施 为经济注入更多动能 大公报社匹 行政长官李家超 昨天谈及上任快一年的感受 形容工作繁重 但是意义重大 他谈到了作为决策者的责任 因为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700万市民 施政必须充分听取民意 確保民有所夫 我有所认 香港民生问题千头万岁 不可能短时间内全部解决 但是市民已经看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 又到中华日影时间 甘肃龙南有农民 透过种植来自海外的油监栏树 改善生活自负 一起看一下 绿油油的山坡 农民望着修剪油橄榄树枝 价值新品种 这里是甘肃龙南市武刀区 白龙江两岸的油橄榄园 由最初只有零星农民种植 到现在已经漫山遍野九十几万畝 油橄榄是亚尔巴尼亚政府在1964年作为国礼送给中国 在多地市场都未能够成林成片 但是这里就成功发展 成为全国最大的油橄榄种植基地之一 更加被称为中国油橄榄之乡 当地种的油橄榄可以加工成八十几个产品 涉及保健、饮食和餐饮等等的领位 当地将会实施计划提升橄榄油产量 同时透过海外合作种质培育和水肥管理等等 令它们更加适应中国水土 无线电视记者容家要背道 四川有经营旅行社的女人 在十年间为二十万个残疾人社员旅游梦 一起看一下她是怎样做到 疫情后复尝 有不少人急不及待出外旅游 但是对于残疾人士来说 旅游是一点都不容易的 在四川 有旅游业人士十年前收到残疾人士的求助 说他们想去到九寨沟旅游 但是被多间的旅行社拒绝报名 他最后决定出钱出力 带三百名的残疾人士去旅游 为了确保团友的安全 他事前和一位残疾朋友实地考察旅游路线 景点、酒店和公共厕所等的设施 他了解到当时景区内的无障碍设施不足 有其残疾朋友 他们为了不跟障碍者添麻烦 他们自己店要不湿 或者少喝水 吃喝拉沙顺理成真的事情 对残疾朋友来说 都是举步维艰 障碍重重 这是我当时感受特别深的 我去九寨沟应该说是三百次了 我说我是第一次去九寨沟流眼泪了 觉得这帮人真的太不容易 之后陆续有残疾人士找他帮助 包括失明人士 他们希望可以感受蓝天白云和草原 走在清晨山上 到处都是树木 深吸一口气 植物的芬芳很舒服的 好多风景点 不一定非要用眼睛去看 用心灵去感受 洪洪霞之后决定转型 专为残疾人士提供无障碍旅游服务 他又和四川师范大学合作 成立无障碍旅游研究与发展中心 当年来推动上百个无障碍设施改造 至今已经开发了五十几条的无障碍旅游路线 服务了超过二十万名的残疾人士 无线电视记者 常灵心报道 四川城都有九十后移族画家 在废弃厂房创作巨幅画 一起看一下 成都金唐原这栋废弃厂房 面积大约三十万平方尺 挂满这位移族画家近三年来几百幅作品 最重一幅大约一吨 要五十几个人才可以挂起 描绘族群中生命个体之间交织的场面 表现身体之间的混乱和能量 语言上面的一个转折的点 他高中开始学画 之后进入四川音乐学院 成都美术学院学游画 而冲创作巨幅画 2020年碩士毕业之后 以这里为工作室兼展厅 他画的画最大八百六十四平方米 大约两个篮球长大 最长的超过六十米 我觉得就是画画或者是做艺术 它是没有上线的 它也没有下线 它就是一个很广阔的一种感觉 所有的东西都是不确定的一种状态中 我觉得那个才是比较很自在的 很自由的一种状态 他曾经在上海成都举办个人画展 这次在废气厂房报展 也都吸引近二千名观众 未来我能肯定的事情是 我肯定还是会去做艺术 那我的生活我的一举一动 都是围绕着这件事情去做的 我就是为了更好的画大话 无线电视机者 李泽浩报道 这次中华努警报道赢 欢迎收看开始第一击 先看看外围方面 美国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 普遍都比起预期为之理想 市场对于当地的经济 短期陷入衰退的忧虑降温 再加上有基金粉饰厨仓买盘 美股做好 道指结束过去六个交易日的跌势 至于纳指都可以升到超过百分之一 不过我们港股今天就要轻微低开 低开四十八点 看看现在最新表现 最新的跌幅继续维持差不多 跌39点 做在19,108点 四项分类指数普遍都要跌 金融指数暂时反复靠稳 总成交超过23亿 看期指情况 六月跌38点 七月同样都是一样跌幅 总成交超过一万多张 最活跃港股开始造价 排头为科技股 有腾讯 最新股价偏远跌1.4 至于友邦可以靠稳升到三毫子 阿里巴巴最新跌百分之零点七 平保都要向下跌两毫半子 迎户基金跟着大事偏远跌四先 看六至十位 李宁最新跌三毫子 网易还有泰保两只股价齐齐都靠稳 还有新上市的约斯邦 见着股价亦比招股价有得高 最新做在20.9的水平 恒生中国企业最新股价偏远跌两毫 看着人民币柜台最活跃港股 见着友邦股价靠稳升到0.25元人民币 小买股价都可以上升到0.5% 平保腾讯两只偏远 至于商汤暂时报分是1.9毫人民币 六至十位看中移动最新没有起跌 做在58.65元人民币 还有两只科技股 美团阿里巴巴两只股价齐齐都要向下 至于百度再增布在128.1元人民币 京东跌幅挨近百分之一 恒生科技指数最新跌13点 做在3958点 和大家看看内房股 见着住建部就要求加快善后内地的烂尾楼 并且探索建立房屋养老金制度等等 昨天一众的内房股做好 不过今天个别要回套 在新碧桂圆向下跌一仙 做在1.64元 合景泰富和龙光两只暂时没有起跌 合景泰富报分是1.09元 龙光就做在8.09元的水平 至于中海外偏远跌8仙 华远之地跌幅去到超过1% 做在33.25元 再来看其他石油石化股 市场特别担心欧美会继续加息 会影响经济活动和石油需求 油价昨晚要跌超过2% 纽约旗油和伦敦旗油收市都跌到 今个月12日以来最低 不过今天的石油石化股就个别发展 中海油最新股价偏远跌2仙 中石油就可以靠稳有2仙进仗 做在5.53元 中石化反复变动不大 再新做在4.53元 看坤轮能源跌1% 中海油田服务就可以升到1% 再来看其他焦点股 可以留意一下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 就重新下个月会继续加息 看着欧洲央行说宣布要加息 还有联储局那边 其实都是市场预期 未来也要继续加息 加息就有利银行股去扩阔的息差 看着今天银行股来说 个别也有得升 回控最新靠稳 做回在60.6的水平升到1毫 渣打升到超过1% 看着另外两者的二动股 事关他们也有些私有化消息 达利食品就获得主席许世昌家族 许世费家族提出以每股3.75元私有化 股份今天复牌 见着股价最新急升到三成 做在3.55元 至于保利文化就获得母公司提出私有化建议 每股作价是8.88元 今天股份同样是复牌之后急升 最新升到6.7元 现价在8.39元 至于这个药师帮 就是今天的新股 做一些网上医药平台 每股定价20元 见着它的认购 一手中签率大约三成 抽六手稳获一手 今天开始的时候 去到23.05元 比招股价高出1.5元 最新升幅收窄了 报在20.55元 再看来 也要留意昨天的焦点股 这就是获得新世界大股东 提出全面收购建议的新创建 昨天股价急升 今天略为变动不大 做在8.9元的水平 至于新世界 昨天股价急升之后 去到收市升幅收窄 今天股价还要倒跌 最新跌1% 做在19.49元 再看看旺旺 昨天中午公布了业绩 上年年度少赚1.9元 末期息就维持每股2.1元 昨天股价要跌1% 今天可以回稳 最新升1% 做在5.15元 至于陆福集团 上年度少赚超过7% 末期息维持每股派5.5元 股价最新反而跌多了 跌幅到超过7% 下回到21.4元 至于中港照上年度的纯利 按年可以倍增升到1.2倍 派末期息 连同特别股息 每股1.5仙 见着股价变动不大 日报回到1.4仙二 开始第一集 看到这里 再会 回到本港 行政长官李家超 上任快一周年 他接受中央电视台访问 说有一些势力 可能不希望香港 在一国两制上成功 要特别警惕 法律红线之下的 远对抗行为 我们香港现在社会 当然总体来讲是平稳的 也非常安全的 但是破坏力量呢 在我刚才提到的背景下 不会放松的 他们也会继续的 而且我们也已经 感受到一些 让对抗的力量 在不同领域的 去破坏的 所以在国家安全方面 我们要警觉 有警惕 我提醒就是 大家有个警觉性 不让破坏力量得逞 而且也是破坏力量 而对抗 经常在犯法红线下做的 这个我们更要警惕 现界政府上场集中一年 行政长官李家超期间提出不少房屋新招 暂时未见成效 有关聚团体认为难以用一年时间平定效果 也有团体认为当局新招突破有限 目标是在住的问题上 让市民看得到希望 特首整天听到他真的有很多放我 那时候我都很兴奋 我家族还搞笑 哇 这里很快搬 鱼女士一家四口住在大约150平方尺的劏房 轮后了公屋六年 听到特首说公屋提前上楼 起好一座入住一座 他一旦以为很快排到自己 怕搬到过度房屋之后很快要再搬 所以在原地等 昨年10月的施政报告提出 五年有大约12000个公屋单位可以提前上楼 房屋主说仍然在规划 当然我们都期望政府会否公布 一些屋邨是哪些适合提前上楼 当然在一年的时间里 都很难所有的政策都会有很实际的效果会见到的 提前上楼未有进展 不过简约公屋 私人参见资助房屋就陆续推展 三月政府获批149亿 兴建第一批17000个的简约公屋单位 最先在后年落成街元朗游博路 以及最大提供过万个单位的启德施运度 两个地方都平整着 有团体就建议从事长远房屋策略督道委员会 吸入更多的民间意见 寻求新突破 寻求地产商借地去做 令到整个 有要花时间去做一些平整地基 铺桥踏路 铺水电 政府都尚未能够去突破到 现有那个既得利益者的一些 所设下的一些制造 而有一些新的突破 新招制作中 但基于过往几贵案之前计划多了可以偏配的公屋单位 公屋轮后时间一年间由高位回落去到5.3年 至于在提质方面 施政报告提出为新屋村制定幸福指引打造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 消息就说相关的部门去到7月才会开展研究内容 无线电视机者 不介意 政府建议修例 富权水务监督 可以要求业主交出租药和水费单等等的资料 加强打击难收水费 当局说会有执法对执法 减少要租户举报的机会 政府2021年曾经修例 定名业主等等只是可以向租户等的处所占用人 收取缴交给水务署的水费 不能收取额外费用 水务署至今收到92宗华尔滥收水费投诉 8宗成功检控和定罪 15宗正在调查 剩下的69宗个案 因为投诉人不愿意作证 或者未能提供资料 没有足够证据检控 绝大部分涉及劏房 政府建议修例 富权水务监督 可以要求业主、租客、代理人等等 提交租约、水费单等等的资料 无合理便解拒绝交出文件 即属违法 可以罚款1万元 预期缴交资料 每日额外罚款1千元 当局有建议 对滥收水费署则改为两级制 第一次定罪罚款1万 再犯罚款2万5千元 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讨论相关修例 有议员关注如何执法 你有什么人手配套 有什么做法 如何加强执法 才是一个最重点 我已经准备了一队人 大约是三十几人到三十五人左右 有了这条条例 其实我每件案例 每件案例 我是容易了 因为我之前有很多联络工作 都是请求他出来作证 在那里我会省了一些功夫 当局又说 期望修例之后 能够减少租户就举报的担心 明正言顺的原因 是水务署接触我 不是我供你出来 业主、租户、代理人、占用人 这些人 总之你给水务署接触 你都要交的了 我不交我犯例 希望这样做了 让租户的心结 或者担心都能够少一些 对于能不能够强制务房安装独立水标 令康豪说 担心业主将成本转嫁租户 期望透过加强打击滥收水费 令到业主有有因安装 避免发生滥收争拗 无线电视机者林俊天不斗 声道日报宰论 持刀商人案接连发生 令到市民民都识变 在行街的时候 竟怕无缘无故 被人挥刀乱斩 有胜任要求 港府效法内地实施刀具管制 涉及刀具的暴力事件 虽然明显增加 但是市民不能够因以废食 就轻然刀管 这样做只会为日常生活 带来不便 最佳应对方法 是当局增加警力 在街上高调巡逻 起阻壳作用 并切发舒缓市民情绪 以免问题失控爆布 文汇报写评 香港青年协会 青年违法防治中心公布 青年从事潜藏危机 或者违法工作研究结果 发现过半数受访边缘青年 过去一年曾经参与不当工作 当众七成是属于违法 受修例风波 黑暴思潮等误导 部分青少年首发意识薄弱 加上疫情 令到青少年缺乏正常社家活动 长期借网络消闲 容易被不良资讯影响 而代入法网 东方日报写论 年轻人学坏 更大原因在于家庭 香港生活指数高企 父母畏口奔辞 即使拥有健全家庭 若缺乏沟通同爱 很多问题就由此而起 如何加强学校和家庭教育 如何深入打击黑社会 如何为年轻人 绘画美好蓝图 再再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会有下一节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看看